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呢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 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好大家好 今天我跟各位介绍一个 也是一个 可以做SoraTube Video的一个 API 这个API叫Kai AI 那这个API呢 你注册它会给你80的额度 80的Credits 然后呢 你可以拿它去呼叫这个SoraTube的API 去试用 如果你觉得合用的话 你再自己去花钱买 那它这里有Tex2 Video 还有Image2 Video 这里都有啦 那最便宜的方案就是这个SoraTube的Tex2 Video 可是呢 它用一次呢 也是要30的Credit 所以呢 它试用额度呢 大概 就是用两次SoraTube都不能用了 那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文件可以看 这里 它这里还有Suno SeoImage FastContext Vo Runway 这里它有很多的文件可以用啦 然后你有兴趣的再自己去看你要用什么 像这个 这个Runway 125秒 这个就可以做比较多次这样 那要用的话再自己去看DOC 那我们就是用 现在很多人想用的这个SoraTube 问说可不可以在NBA用 那我就用一次给各位看 那它的API在哪里呢 API在这里 你按复制然后贴过来就好了 那我跟各位说怎么用 它这边呢有API文件 它很贴心 都帮你写好了 你根本就不用写 你只要呢在这里 这个CUIL模式 这个CUIL模式 按Copy 然后呢 我们又来HTTP节点 用Import CUIL贴上 然后再Import 就进来了 那我们的Key呢 就是贴在这里 Value这里 那这里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呢 它这个模式 这里有一个Callback URL 那这一张是可以不用的 这里有写 这一行呢 你是可以不用管它 你如果不要的话呢 你就是把它删掉 像我就把它删掉了 那它这里预设是 长方形的图 就是16比9 那你要用9比16也是可以 然后 那我就用9比16 释放给各位看 那这是10秒的意思 然后这是去除浮水印的意思 这样 然后呢 它生成影片一定都要花时间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必须再加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呢 就是抓它的任务 这个在我们以前的影片呢 有很多类似模式 我都有教过各位了 它模式是一样的 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一样 你就是在这个CURL这里呢 按Copy 那我们一样 后面的HTTP节点呢 再把它import进来 这样 那它这个Task任务的ID呢 就是前面这一个 前面这个 你把它拉过来 这样 然后一样 就放你的key 这样 然后直到呢 successful 有success 有success的话呢 就是if过来 然后呢 因为它这个网址是连在一起的 它这里 结果result json 这里 这个网址呢 它都会连在一起的 这是影片网址 都是连在一起的 那我们就是呢 把前面那些不要的呢 就把它砍掉 clean掉 这样 然后拿到我们要的就好了 这个 去除腐朽印 我们要的是这个 去除腐朽印 后面这个 前面这个有腐朽印 后面这个没有 然后这个就是后面这一个 然后这是这个影片的档名 然后呢 这里呢 http呢 这个http是怎样 就是呢 你把这个UIL拉过来 然后它就是把这个影片下载下来 就可以去看这个影片 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发到四大平台 FBIG Trade 跟YouTube 好 那我现在呢 来执行一次给各位看 我现在呢 那我已经事先打好了 哇 要打很久 我就跟他说呢 给我这个 这个 我给他这个题目 然后这个题目 会送到AI agent 送到这个AI agent 那这个AI agent呢 我给他四个任务 这个AI agent 我给他四个任务 就是说呢 你要给我 影片的标题 影片的提示词 还有文章的描述很短 还有hashtag 这样 那这个影片的提示词 我有跟他说 是做一个十秒的影片提示词 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把它送出 我们来执行看看 好 我们可以看到 他四大平台 都已经帮我们抛出去了 我们来看结果 有没有 有声音啊 然后也有影片 那我们也可以来看IG 一样啊 没有错啊 一样啊 没有错 有声音啊 有影片 然后我们来看Trey 没有错 没有错 也是有声音 有影片 有文字 有hashtag 都有哈 没有问题哈 那我们也可以来看Youtube 好 我们可以看到Youtube也有了哈 这个也帮我们上传好了 都有哈 那我是排在 我是排 那个明天啊 这里 我是排明天啊 那 反正这个影片我是不会 不會PO出去啦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东西 好 那 基本上呢 就是这样 那这个 三大 这个 这个Meta的三大平台呢 我们在三十几的时候都有交过 如何PO影片哈 我们都有交过了哈 那这个Youtube呢 一样哈 我们以前也有讲过哈 一样给他这个 title 文字哈 然后给他这个地区 然后给他这个影片 Data 这样 然后给他描述 然后就是公开还是隐私 然后我是摄影师 这样 然后就是设定时间 哈 然后 基本上就是这样哈 然后 这 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完整的 自媒体的 这个 创接模式了哈 那 有兴趣的呢 自己再去玩这个 Kai 有兴趣的自己再去玩Kai 哈 有兴趣的自己再去玩Kai 它这里有非常多的API 甚至连Suno也有 有兴趣的再自己去玩 像最新的VEO3.1它也有 这样 那 一样哈 有问题的话 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 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 谢谢观看